人蛇集團詐騙又出新招 騙說到中國相親辦理假結婚 就可以獲得25萬元的高額報酬 由一名男子就心以為真 接受了安排先前往泰國 結果發現不但沒有轉機到中國 還被再往泰緬邊境 驚覺不對勁趕快逃離求救 差點就淪為緬甸主宰 情況在台灣也逮到了負責 懶客的終結 人蛇集團全被逮 這回他們想出新話術 打出媒介異國婚姻出國去相親 不合意也沒關係 假結婚也可以 其實卻把人騙到緬甸 從事非法工作 人蛇集團很神秘 嫌犯接到代號叫輪的男子指示 只要成功騙一人到泰國 就可以獲得25萬元報酬 他找了以前合作過的 三個朋友一齊懶客 果然有人掉入陷阱 聲稱到泰國 再轉機到中國去相親 就可以讓他們來台工作 如果不中意 也可以一見二顧 改當人頭丈夫 同樣有賺頭拿十萬到手 芳姻男子信義為真 去年八月底前往泰國 不料剛下飛機 就被人直接帶上車 越開越偏僻 到了泰緬邊境 他才驚覺不對勁 趕緊逃離 好在及時向當地警方求救 不然差一點就要淪為緬甸主宰 詐騙是不斷的重新包裝 感情詐騙 你有錢就騙你的錢 那你沒有錢就騙你的人 用一個泰國人的假護照 硬讓你過 他就塞錢塞錢 揮揮手給你過了 芳姻男子成功回台 直到自己被騙了 起得報案 警方把仲介這四人 通通逮捕 全然依照人口販運條例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和妨害自由 最嫌移送 人蛇集團詐騙手法 一換再換 民眾如果看到 高薪高報酬 出國等話數 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以免誤上賊船 記者會幫忙玩家 台北報導